听那些鸡蜂说 最初他做的时候 就是没有那么多 现在越做越多 我以前曾经光顺过旺角有一间 整间店都是卖花枪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些是炉鱼胶 现在我不是很吃的胶 客人来到我们农机 看到我们这么多个花枪 他们当然以为我专业卖花枪 我在这里浸海深的历史 有30年以上 我早上坐在门口洗了海深 已经洗到全湾都知道了 我可以跟客人打招呼 聊聊天 客人来到 问到你有资讯给他们听 他们会相信你 因为坊间很多海深 是用药水制的 那些哥士迪去拿它 而我的手放在盆水里洗 你们放心 客人最重要是知道 你的货是没有药水的 一斤可以发了九斤 发了十斤 这就是乐趣 即是你寻求好的货 但如果一斤发出来 你是三斤的 你是不满意的货 我们可以觉得自己有要求 当然要求 爸爸影响我最大的 不是他教我怎么做生意 教我怎么去对人 他说你买假东西 一世都没得翻身 客人进来 一定要了解他的需求 你成功的机会率是高很多的 你细心肯跟他说 这种是否值得吃 是什么性质 要求高的 我要谈心的 是日本的吉品 但你说我喜欢的 箭头好 有照头 其实南非包是绝对不差的 如果你说普通的大年包 你用来煮汤 因为它的价钱 是很高到很值得吃的 当然市面上有些鱼木混珠 它将这些很漂亮的南非包 当日本包卖给你 它是卖给不懂的人 你看吗 你的商业就没有了 即是你买一样东西 那一刻服你 赚你 赚钱 多少不重要 是商业最重要 爸爸在1964年 就在慈芬山开了一间米店 叫做余成峰 我在12岁 我就开始拿着行李箱 去到以前的陆父 即是老虎丫 环头陷 东头村 去售货 我觉得爸爸是很体重了我 做得不好 他不会去奇院师父佛舍 他会骂我 他觉得我是负责了一间店 我当时管得不老生 他的徒师不是徒得那么多 但是他在店铺卖东西 很聪明 我读到中三 开始是读不到书了 因为每天回来 不停地送货 我们是没有时间读书的 到我能够处理到一间店铺了 爸爸看到我们懂得打理 就开始放手给我们打理了 一间店铺有这么多兄弟 如果有机会出去试试 1982年 25岁我来福来村 斯坦满屋 爸爸妈妈不赞成 但是我儿婆就跟我妈妈说 你试试吧 让他们飞出去吧 我爸爸的朋友就说 儿子大了 让他们试试吧 来到这里 也有人笑我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福来村的金矿已经被掘到空了 他说 儿子 如果将来你买厕纸 那些箱子不要担 全部的箱子买了之后 冻起它 表示你家货有很多货 我真的很记得这句话 真是 有一个老人家很疼我 他说如果你出去做 你没有钱 我还有八万元在银行 我借给你 当然压力当然是大 你钱不是自己的 胆脆脆来试试 慶行我们八多年的 我们那一辈出来做生意 香港的经济真的是起飞 我们就努力肯做 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的 开始都是投菜 葱菜 金针文耳的货 慢慢慢慢演变到 杂货卖了海味 1994年开始 全部都是包心刺土了 每天早上起床 不停地做 初初是由两个伙计开始 即是我同一个表体 花枣初初我们公拿都没有试试 尽量去闻 靠自己的经验积累 爸爸年纪高 McLuhan 一年比一年长 以前他也会过帮忙 收钱包包呀 招呼客人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之后 无需 chest发生 我擅长子 过会告诉你 爸爸 Pepsi 这个鱼 principal 吃完什么货 他因为我们不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有成绩给他 Sultan 我们是做到生意的 因为爸爸人的性格很肯帮助人 谁有困难他出声 说迟些给他是没问题的 乡里面没钱做生意 他借货和东西给人家开店 你帮得起人家 比人家好帮你 但由于我爸爸的性格 他不会负人一分一毫 不会拖人一分一毫 所以我出来做 我余成峰的儿子说 他出来做生意的 当然要做他的生意 在三十多年前 应该是普通的花枪买得多 就是统胶仔 塞一些西非的花枪 那时候是二三十元一斤 三十多年前 我们浸海森的时候 只是浸普通的刀心仔 当时来说都是几十元一斤 但是一斤 你可以发到十斤 你觉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发出来 最重要的是那些客人要瘦 就是觉得 原来我们买这么少钱 有这样的食物 海森是真是一种健康食品 所以我很有心机做海森 我有十多种海森 就是我知道哪个橙区漂亮 我就说卖哪个橙区 但质素最好的 都是与日本的刺心 澳洲塔斯马尼亚的突参 近期马达加斯加的海森 都是很漂亮的 发出来很香味 就是有一种海鲜的味道 所以我们就专业卖这几种海森 即是非洲出的刺心 或者土耳其出的刺心 我们是不接受的 但是现在我们发的品种 不论刺心 澳洲大刺心 我们都有发的 首先海森要浸的时候 就先洗净它 然后找一个小盆浸 它四五天 海森已经蓬松了 那你就煮过一些水 用海森大火猛烹 煮到它软绵了之后 就开始清肠了 即是有些泥 轻轻有点灰 就用它擦擦擦擦它 那你不清干净它之后 你煮过时就吃了沙 再浸凉水 海森就可以发得很大 其实是很多人想吃 一听到它要自己发 它是弃权的 但如果你跟我说 我可以帮它发卖 帮它怎么处理 教它怎么吃呢 它就很容易卖的 发卖的客人又接受 不如扩大一点来做 发完花枪 发完鲍鱼 就样样都帮客发卖了 我最初不懂 我就在这里买浸好的 花棋放到冰柜 喜欢吃就拿出来 后来它就教我 应该怎么发 怎么发 我搬来这里 就已经光顺了 三十多年 四十年了 一天很漂亮 而且很实力 花枪软窩 海芯 刺芯 因为它又漂亮又便宜 我很常来 有糖水又整 有什么要吃 老板很大方的 有时候买菜 走过来 你看 过来有糖水喝 我这样就又喝 其实做生意 最重要是大方给客人 每次算死的客人 做不到大生意 客人进来 请吃点东西 其实是最便宜的广告 小小的小鱼 请他 我一罐可以请到四十个人 他吃了之后 他不用继续买 但有四十个人 赞我的东西 是否超所值 我们货质的货质 那么高 你怕什么被人试吃呢 花枪 你会做些糖水试一下 海芯 你会做些冷盘 准备试一下 例如淘胶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想买得出色的 你便试一下 煮给他吃一下 由他去说好吃 比你自己口说 如何好吃 如何好吃 高峰期 我试过 低潮 我试过 金融海啸的 环境变得很差 生意越不好 就买多些东西 回来 一起吃 开心心 真的每行每业都好 员工是公司的资产 他们做得开心 你的生意一定有进步 我们现在 总共有十二个员工 如果你能够一起吃饭 坐在一起聊天 格务是少了的 自己到六十多岁 我做得多少 身体许可 我做多十年 生意将来一定是交给年人 我儿子这几年开始成熟了 我说将来龙技不是靠我 是靠你们去做 他们不会浪费龙技 这个招牌